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为岛屿的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在这里强烈鼓掌 这些岛礁的建设 对于军事 经济 旅游 海军等等 都具有重大意义 尤其是美丽 赤光 永蜀岛都建设了机场 这对海南经济发展 南海旅游观光等发展 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中国造岛的目的总的来说 其实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建立可以公军队和平民居住的地方 这样可以让中国的主权具体化 永久化 如果有一天面积足够大 是能够让足够的老百姓在那里生活的 第二个就是把南海的岛屿变成中国的军事基地 不仅能够有效的保卫大陆本土 更能够形成有效的威慑 比如马六甲海峡 第三个便是在南海地区进行主权维护和执法基地 比如禁止他国随意开采中国的石油 天然气等资源 从目前的效果来看 基本已经改变中国在南海的弱势地位了 中国在南海有了大型的港口 可以用来不及 以后还能够发下温海军基地 用数到以前只是一个露出水面几平方米的地方 现在已经建立飞机跑道 未来可以进驻战斗机 轰炸机 随着未来不断建设 南海的群岛能够成为中国永不沉没的航母 接下来把市场设计